双地一组合被很多球迷认为是强强联手 但是他们在半球赛是败给了王储奇和王曼玉 孙明杨的反手弹击 不逊色于伊藤美成的反手 昨天面对孙明杀是打到 发球手反交 反手升交 那么包跟老将木子都是这种打法 更好的来备战奥运 孟主要可能还是两个右手 跟这个一左一右的配搭 从走位来看是有点吃亏 升这种特点在配搭男选手的中远台 可能会更好一些 1加1应该大于2 但是呢这个确实双打跟混合双打 它不仅仅需要个人节奏战术 打得像配合的像一个人一样 我也还不是很不是很熟悉吧 还是练的少配合的少 发挥出来 没错 其实主要就是樊振东跟陈梦啊 对这块心拍非常重视 是 每天都会专门拿出时间来练混双 而且呢以往啊 就是以前可能 9比4 反手拧拉直线 孙明阳和樊振东都已经出战了 男女单打就正赛第一路 一届开始 日本的千叶当时就是刘伟指导 和王涛的组合三连贯 我们曾经实际上呢 这个单向啊中国的优势还是比较大 但是主要在于就是 哪个协会 但是这个取得 中国取得混双是第一次 也就是前三十届世界锦标赛 中国对吴源这块金牌 没错 在第31届 1971年 一个号的发球 回短 今天刘恒和王浩做临场指挥 接发球抢攻 比分达到9比1 好球 这个孙明阳的这个反手 跟林高远的这个反手 先是陈梦来发球 前两局 这个球是 所以一旦林高远这队组合的速度优势发挥出来 那还是不错 陈梦和水谷笋 那么水谷笋的这个主要特点就是 手感非常 一板球都想得分 非常凶狠 多变凶狠 并且速度特别快 所以伊藤美诚跟水谷笋的还是非常像的 但是伊藤美诚更加清零 更加 是不退台 是在这个进台啊 用速度来取手 孙明阳实际上是有 不错的相 连续的正手进攻 对手是很难抵挡 6比5 孙明阳发球 6 好球 林高远的特长 林高远的反手 所以这个陈梦跟樊振东的这个走位的这个问题 一旦进入多板的相持 那两人之间的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 就是实力比较强的 那女队员肯定是很突出的 漂亮 哇 这球真是 慢热的情况之下 从第三局获胜之后 现在林高远啊 这对组合收获信心嘛 漂亮 好的 嗯 你看 错接一板 这个走位啊 相对困难 或者说有难度的 好球 好球 怎么这个时候啊 就是剑招 5 好的漂亮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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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这些特殊打法未必能用得上 但是在一个队里互相训练的时候 他对这个手维制完善的话 就什么打法都要有 左手右手颗粒打法 萧球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女队 萧球左手反手半长交 这个第五局就是分水岭了 天王山的一局 所以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还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定位 你比如说作为女选手 你主打 你包括就算是男双或者女双 得分点非常重要 是 非常聪明 被动的情况下打了一个中间位 好的 漂亮 陈梦刚才陈梦组合的局点 孙明杨发球 延续两本白短 但是刚才 一把握 胸纹的肚 对 漂亮 很精彩 还有 就这种 都有一些起伏 但是现在进入到关键的第五局 建入高潮 好的 就是 对 对 这种 很重要 因为在日本 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在日本合约会的时候 也就是说尽可能把这个困难准备的更足一些 点都不尽相同 包括这个接发球和发球你要轮转 好球 好球 哇 这种机会球的时候你可以上去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走位的问题 如果说他要跟许新配跟左手配挡的话 他肯定就冲上去冲这半球了 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右手配跟左手配的不同 没错 3 4 3 0 不能回钩 不能超过30度的角度 这个战术啊 在之前我们看到第四局当中 平高院组合是用的淋漓尽致 很奏效 变化 所以这种应变啊确实很难 一定要就是凶一点 批长 哎 主动变现 哇 打到身上了 8 5 嗯 这球漂亮 6 6 7 8 嗯 好的 办法但是现在就得有针对性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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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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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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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长 这样赢下了第六局 从而以4比2逆转获胜 获得了2020中国乒乓球队奥运模拟赛 混双的